主席可以麻烦我们先请彭总裁好吗 谢谢 彭总裁 是 总裁您好 总裁我想请教您 就是刚才您有特别提到说 因为央行我们这一次 下个年度呢 其实我们有1800亿的这样一个英语可以脚裤 这对我们这个政府的整个财政是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它占我们的这个税入的这个净额纪远超过10% 那我查了一下 其实从大概从92年开始 我们央行所这个创造的盈余 占政府税入的比重大概都超过了10% 那我想请教这个总裁的就是 如果按照我们这个预算书里面所提到的 之所以我们下个年度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 来这个帮助我们的这个国库呢 是因为我们有累积的盈余有816亿 对不对 对 是 所以因此呢 我们把这一次我们就把816亿也一起拿出来 所以因此呢 我们可以呢 有1800亿的这种功能 是 那我想请教的这个总裁的就是 那这个816的累积盈余拿出来以后呢 那是不是代表以后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累积盈余 可以再做这样类似的事情 那就是给委员报告 就是说 假如今年的盈余 是 能够超过 能够超过我们的预算数的话 可能还有可能 那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这个 可能也 也许会有 但是不可能有这么大 是 那我要请教总裁的就是 国际利益在走下来的时候 要保持固定的累积盈余的数字 可能 大概最起码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所看到800多亿这么多嘛 累积的结果 那我要请教总裁就说 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我们知道央行其实主要的功能不是替政府赚钱 对不对 我想您也同意 那 但是呢 目前这十几年下来 好像渐渐的 大家对央行呢 在这个部分好像有过度的期待 那所以呢 我要请教这个总裁就是 我们为了避免这种状况 可不可以未来 即使我们有盈余 但是在制度上我们建立起来 让央行有一点伸缩的弹性 譬如说这个盈余 也许应该要央行留个两年或三年 然后看看确定的这个盈余的情况之下以后 我们再来谈到 到底这个盈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拿出来 去做国库的这样的一个补充 您觉得怎么样 让央行有点弹性 非常非常感激 曾委员这个做法 因为 这个做法的话可以避免央行应移不确定 万一产生的时候 是 让整个税率突然间减少 对对对 你不知道哪一年你可能会亏损 对不对 民国76年到79年 曾经连续4年中央应移没有角库 是 那财政部的国库时 它就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对对对对 现在给委员报告呢 所以最好是能够T1年的应移到Tplus1年来交了 是 所以现在这个保留应移816亿 就有一部分是T年拿到Tplus1年来交了 但是我们还不够制度化的运作 对对对对 所以 银行 银行在这个部分 未来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或是设法建立这样一个机制 但是这个 这个是议算法的问题 是 能够这样做 中央一样是最 OK好 那我们共同 如果这个总裁能够同意 我们共同来这样努力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张部长 总裁请回 请张部长 曾伟好 是部长好 部长我有几个问题请教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指定用途税 在我们现在的税制当中 要讲就是特种后劳税 他说他的税税要工作 社费福利用 这个如果是一个 社费福利假设 看起来这是一个指定用途 就是指定用途 那我们的国民年金 因为钱不够了 所以我们有立法 国民年金法说 未来如果增加营业税税利 百分之一的话 这百分之一也是一定 给国民年金用 这算不算指定用途 应该也算了 就增加的部分 就增加了给国民年金 部长 我其实很担心的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税制 原来我们观念很清楚 都是同收同支 但是最近这几年 我们产生一个状况 渐渐有那种破税的 零散事的这样一个立法 让我们的税 到底是不是指定用途 或是同收同支 已经开始混淆了 那今天这样下来以后 我们在省预算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问题 那个问题也是前面 有两位委员特别提到的 就是我们预算到底要怎么编 这个收入应该放在哪里 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 指定用途税 这么清楚的税制概念 所以就会被误解成为 今天只要叫做税 它的收入就应该要显示出来 在总预算当中的 所谓的付税的税客的收入 那但是呢 我们今天又看到了 这一次的编法 在奢侈税的部分 我们没有放进去 我们编在国民年金当中 我还要请教您的 就是金融营业税 也不是这样 对不对 那未来如果国民年金增加1% 如果照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是不是也一定要隐藏的 就编到国民年金去了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对预算的显示 整体性的这个收入的结果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要请部长帮忙的 就是可不可以跟主计处 成立一个小组 好好的针对未来 这整个已经看出来 我们的税制的 这个这个制度的变化 在预算的呈现上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 好不好 让这个问题 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 因为我担心的 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编了 刚刚讲到了 中所税可能会增加254亿 里面有一项很重要的理由 是军公教的免税取消 但是部长 军公教的免税 虽然没有说增加的收入 指定用途 但它其实跟指定用途 是一样的 它是克多少补多少 所以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你居然把军公教的免税 放在中所税的增加 它的补多少 已经编到预算里面 是是是 我知道 所以这类似不是指定用途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一个已经呈现出来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没有错 可不可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做整体的检讨 改变 让这个问题 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 好不好 有道理 谢谢 谢谢部长 然后第二个部分 我也是一样请教部长 就是说 这边提到了 我们货物税 我们的齐交税 我们的烟酒税 我们的营业税 通通保持不动 数额都没动 我觉得这里面编的结果 我上次在咨询的时候 我就特别请教你 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是有问题的 如果所得税有变化 理由是经济成长 OK 再加上其他的因素 我很难完全接受 这几个税 跟经济成长完全没关系 然后你保持它不动 好 那就算是这样 我们再解下来 烟酒税不动 部长 你一定发现了 我们现在的烟酒税 我们有烟酒税 但是我们也有烟捐 这几年烟捐调涨了两次 调涨了以后 烟捐的收入都增加了 但是呢 部长你应该知道 烟捐的目的是 为了要抑制消费 但是因为它调高了以后呢 因为烟的产品的需求弹性 是小于一的 所以烟捐调涨了以后 它的收入是增加的 但是它的增加 是会造成烟的消费量的 某种程度上的下降 所以就变成 烟捐在扛财政部之凯 因为它用烟捐调高以后 它的收入增加了没问题 因为它有价格的上涨 压制了数量 但是因为数量压低了以后 因为财政部的烟税 从来没有调 税率没有变 所以数量降低的时候 等于烟捐上升了 但是烟税被压下来了 这是一个整体的财政的角度 对国库来讲 这是一个吃豆腐的政策 当然我知道烟捐的调涨 有它的目的 但是部长 站在财政部站在国库的立场 你也要稍微争取一点 你不能够烟捐上涨了以后 吃的都吃我的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假设 按照整体的角度来看 我也希望部长 可以跟未来的卫生署 如果他们有任何 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是应该站在 整体的烟税捐的收入的角度 去做一个横平的考量 好不好 要不然他一直都是吃国库的 他是目标之间的冲突 他的烟捐提高 是为了国民健康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强烈监狱 如果真的烟捐调高 以后我们烟税调高就好了 功能是一样的 但是收入是我的 是不是 这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未来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做整体性的考量 好不好 谢谢 那第三个呢 我就要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了 编的预算里面 我仔细的去 这个看一下 营业税的编制 营业税的编制 出来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 根据营业税法 第58条的规定 他要提拨 3%的统一发票 奖金的 这个经费 是不是 是 好 那在现这一次的编制 出来了以后 部长如果您看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按照现在编出来的 营业税的税收 因为要保持跟去年不变 OK 所以如果你乘上3% 所出来的 统一发票的 奖金的经费的数额 其实 跟你现在所提别的 88.8亿 是不一样的 换句话说 按照现在的营业税收入 我们提拨的奖金的数额 不应该这么高 所以 我反过来算 假设你坚持要提拨 88.8亿 那 他占3% 反算回去 他的金额 营业税收入要高他 2900亿 部长 你要怎么选择 你是要维持这个经费 2900亿 还是要 郑委员 2900亿是正确的 就是全国的数字 是 对 不是只有中央的数字 但是你现在编进去的 营业税的102.6亿的 营业税收入 没有说2900亿 对 那是中央 经过税收分成以后 中央政府的收入 那我们编 那个营业税法里面 是用全国营业税收入 3% 所以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是 是 分掉了以后的结果 分掉以后的 对 我们用全国性收入 编3% 不是就中央政府的 OK 所以换句话说 是 中央政府所编的 营业税收入 基本上 并没有因为这样 而有任何的减少 还是用3%编的 OK 那唯一的问题就是 它编制的结果 是按照去年的 保持没有动 那这个部分呢 部长你觉得 我们有任何 增加的可能性吗 真的完全没有任何 老实讲 营业税 税收是历年 历史上的新高了 是 所以您觉得 不应该再高了 已经是历年的最高了 你没有办法再接受 它再高了 所以让我们的 经济成长率 我们期待 它还能够增加 当然如果经济成长率 继续往上 当然它也会继续增加了 所以你总不能说 经济可能还成长 但是因为我们的数字 已经到了最高了 所以我们不可能 再比它高了 应该不会吧 我们的税制上 都没有任何的改变嘛 对不对 所以应该有点信心 能够再增加一点吧 谢谢 是不是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感谢 部长请回 谢谢曾委员 报告